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千年当中是宗教神学的统治 那么经过了这一千年呢 我们看一下 欧洲终于迎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 好 那么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 我们去看一下 不管是任何的政治的发展 宗教的发展 以及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思想状态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波动 比方说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时候 那我们说为什么后来到了古罗马后期 那么基督教为什么会产生 那么是因为当时的古罗马的贵族和皇帝 实在过着生活太奢靡 然后甚至罗马贵族为了享受这样一个吃的 这样一个吃到饱 就是吃到贪的那种欲望的满足 那么他甚至会让自己吐 吐了以后再吃 但是当时的贫穷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 甚至是饥饿 没有办法吃饱肚子 所以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站出来 为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么就得到了大量的穷人 甚至到中产阶级 然后最后到了君子坦丁的妈妈 都来信仰了基督教 他们都跟随了耶稣基督 可是当基督教成为了国教以后 那么他在古罗马末期 成为国教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过程 那么在政教合一的过程当中 那么人们经历了一千年 就所有的人他只能信基督教 他从出生到死 那么他唯一的事物 唯一的他的生活的所有的目的 就是为了信奉神 要跪在神的面前 他是没有自我的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所以这个时间如果说时间短还好 可是呢我们看到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 那么有十几代甚至二十代的人的产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的那个精神的压抑就会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在这一千年当中 基督教就已经不是过去耶稣基督所创建的 那个纯粹的基督教了 因为他是属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手腕 来统治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是 所以这样呢在一千年之后 也就是人们经过了一千年的压制 那么一千年啊可以说是这种压制 非常非常严苛的 所以这样呢达到一个极限以后 就会有一个反弹 所以这样呢文艺复兴的时候 人们就想努力的突破这样的一个 包括境遇 然后包括对于精神的这样一个 只能够是很愚昧的去相信一个 只是在宗教里面 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一个神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呢 人们开始逐渐变得富裕 那么也就是在意大利呢 中产阶级 特别是有一些人呢他开始经商 那么他开始赚到一定的钱 就形成了中产阶级 而且呢经商的这些人是这样的 当他赚到一定钱以后呢 他可能就会 他以前可能终身常年生活的 甚至几世代 他就只生活在那个小镇 就生活在他们出生的那一个 那方圆几里的地方 可是呢当他因为做小生意 他赚了一些钱 那么他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然后当他再有进一步积累以后 他又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这样呢 他就会慢慢地走出了在 过去在他的生活当中 只让他信仰基督教 只让他信仰神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当他走到更远 他可能看到不同地区 文化 民族的人 然后他发现 有一些人 他们不信仰基督教 他过的生活 好像跟我也差别很大 他也不一定 就是他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态度 他也不一定说 他不信奉神 他也没有信仰耶稣基督 然后他就变得 变得多么的悲催 那么他们的生活 似乎比我还幸福 然后在他们的生命里 可能有更多的自由的感觉 所以这样呢 就有这么一批 富裕起来的人的带动之下 人们就开始关注到 我在哪里 我是谁 除了在神的面前之外 或者说到我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那么我又是谁呢 所以他们不断地在探讨 在这样一个人性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我们说 经历了黑暗的一千年以后 就对人的人性 已经压到一个极致以后 那么人的力量 人性的力量 就会有一个反弹 那么他就会向往 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所创建出来的那种 辉煌的 或者说自由的 多彩的 这样的一些文学 艺术 一些哲学思想 所以这样的文艺复兴呢 他就打着恢复 古罗马 恢复古代希腊的哲学 文学 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旗帜之下 那么实际上呢 是当时的欧洲人民呢 他们在找寻自我 他们想知道 我到底怎么了 我到底是谁 那么在神的庇护之下 我可不可以有个性 我可不可以有自我 我可不可以不修行 那么非常的 就像苦行僧一样的 只能信奉上帝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这里能看到呢 关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它就是再生和复活 其实我觉得这个再生 应该是人性的再生 那么人文主义呢 是它的核心 我们看啊 它的核心呢 是争取个人 我们这里呢 强调的是个人 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 和发展 然后它认为 主宰宇宙的不是神 而是人 大家看这句话 其实就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这句话 从宗教的角度来说 或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就像是异端学说 这就是异端学说 像最早期在基督教的 最早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 不管是文学家 艺术家 他们所表现的艺术作品呢 他们只是稍稍地能够涉及到一点点的人性 所以说在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些艺术家里面 比方说乔托 波提切里等等 我们会看到的一些作品呢 它不会是有 它其实主题还是神 但是呢 主题呢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直接去描绘人 它不能直接描绘 是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是慢慢地发展 慢慢发展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这一句话 要是在当时 其实呢 也已经是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感觉 好 他说人生的目的 不是为了追求死后的永生 首先是现实的享受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把人提高到了第一位 把人提高到第一位 他说人的各种自然欲望 不应该加以压制 而应该予以满足 所有这一段话表现的都是 人是重要的 我的存在 你的存在 他的存在 他本身 这个人的本身就是 最棒的一个存在 好 那我们在讲 古代希腊神话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讲到过一个 叫做神人同行同性说 因为希腊人会认为 完美的人就是神 所以人和神 其实是可以画等号的 但是在漫长的黑暗的 一千年当中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在了文艺复兴时期 就出现了一些 我们对于人性的 最大的肯定 好 然后这个时期呢 我们就出现了三位 最伟大的艺术家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和拉菲尔 那么这一次呢 在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课堂上呢 我们会以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为主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是 好 恩格斯 恩格斯 他怎么样来形容文艺复兴 他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 而且产生了巨人 在思维能力 热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上 和学识 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多次提到了巨人 需要巨人 但是呢又产生了巨人 所以说时代出英雄 对吧 那么在这里 其实这个巨人呢 我觉得更多的呢 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位 达芬奇 那么下面我呢 今天就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达芬奇 达芬奇可以说是 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三巨匠 因为这都是巨人 是巨人当中的巨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头衔 首先我们看他的头衔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三排半呢 一行字都已经不够足以去形容他的头衔 我们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首先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画家 因为达芬奇是以绘画为著名 雕塑家 然后还有建筑家 然后还有哲学家 但是从哲学家之后 大家看一下发现 自然科学家 可能很多人对于达芬奇 是自然科学家 他的科学家身份 可能都不是太了解 而且在自然科学家里 我又详细描述了一下 也就是他涉及到了自然科学的哪些层面 我们看一下 发明家 生物学家 军事家 天文学家 地质学家 医学家 气象学家 数学家 光学家 物理学家 以及水利工程专家 达芬奇在他最后的生命的三年 是受了法国国王的邀请 去到法国 他就专门为他做水利工程的设计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其实你看这样的头衔 你就会觉得很神奇的是 如果在我们现代人 你在这其中的某一个领域 天文领域 弟子的领域 或者医学领域 你能够被称为家 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生了 可是达芬奇可以把这所有的头衔 全部给予他一生 非常非常可怕 也非常惊人的一个人 所以有人能这样来形容他 说人才之上是天才 天才之上是通才 通才之上是达芬奇 而且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课上讲到了达芬奇以后 有同学就形容 觉得达芬奇不是那个时候的人 觉得他甚至是 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 后来有人甚至觉得 即使现代人也没有办法呀 现代人也没有办法做到 达到这样的权材 他有人说他是未来人吧 或者说觉得他也可能就是外星人 穿越到了古代 然后在文艺复兴时期 有了一番作为 然后试图在推动人类的 这样一个科学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绝对是在一个艺术领域 科学领域都是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史上 可以说可能没有达芬奇 我们的很多的发明啊 或者说一些创造啊 甚至包括艺术上的 因为艺术上他最早 他是定他的透视理论 就完全从达芬奇开始 就建立了500年以来 整个西方的画画体系 如果没有他的这样一个精准透视的表达 整个西方的这样一个画画体系都会改变 所以说他在文学艺术 以及科学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好然后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话 这段话呢更详尽地描述了 达芬奇的科学成就 好这段话呢我会解释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在天文学方面 他观察天体 曾做出太阳是不动的结论 好他去看一下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 能够明不张展地提出 太阳是不动的结论的话 这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在当时绝对是要 拿出去受火刑被烧死的 我曾经在有些 这个比较搞笑的 比较幽默的说法的事 别人说如果你当时提出这个东西的话 你一定你会被当时的这个基督 这个教皇主教们 把你拉去做BBQ 也就拿到广场上去做火刑 好那么达芬奇提出 这个太阳是不动的结论的时候 比哥白尼要早 他比哥白尼要早 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 哥白尼是最早提出这个结论的 好达芬奇并且幻想去利用太阳能 就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想太阳的能源是可以被用来利用的 他认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 只能反射太阳的光辉 好这些在我们现在全部都得到了认定 然后在物理学方面 他发现了液体原理 液体压力 提出了联通器的设想 还发展了杠杆原理 推导出作用力与弊常的关系 他关于物体惯性的描述 后来被伽里略的实验所证明 所以说伽里略所提出的那个实验 实际上达芬奇早就提出来了 并且在他的众多的手稿当中都有设计 然后他还否定了制造 涌动机为能源的可能性 好这一段你们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样的一些物理学方面的 包括杠杆学原理的发明 那么达芬奇呢 他在机械制造方面 他其实非常出色 而且他后来把他在机械制造方面 所用到的这样的一些发明 就把他用来设计飞行机械 直升机 降落伞 机枪 坦克 甚至潜水艇 双程船桥战舰 其中机 访车 机床 冲床 自行车等等 大家会看到 我们现代人所享受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现代的这样一些机械设施 或等等 他全部都有所设计 在达芬奇的这样的设计领域 好我们再来看中间这一段 他说达芬奇对解剖学和生理学十分着迷 然后他研究解剖 最初是为了让艺术造型更加准确 好这一点很好理解 比方说我们现在学习绘画 学习艺术的美术的很多同学 可能你最开始在学习绘画基础的时候 就会去画人体结构 绘画人体结构 那么在人体结构里面 我们就会了解到最早的人体结构图 其实都是来自于达芬奇所画 所以达芬奇呢 他最开始研究解剖 他是为了了解人的肌肉骨骼 那么就是在画画的时候 画家在画画的时候 他不能仅仅是说这个五官长在哪里 鼻子长在哪里 把这个比例画对 但是比例之外 你要画得生动的时候 你是要把那个结构画对的 因为你人的那个结构对的话 你人 比方说我只是这样站立在这里的时候 你来画人的那个脸部 你可能是这样 可是呢 当我在说话 当我有表情 或当你试图表现一系列动态的时候 那么那你就要知道 在这个动作之下 不管是微表情也好或等等 或者是笑容或等等 在这个动作之下 那么他的皮肤下面的肌肉会怎么动 肌肉下面的骨骼会怎么动 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一个结构骨骼的话 你画画就只在画皮毛 你只在画一个鼻子眼睛的形状 你没有办法画得生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形态和生动的 这样的一个把握之上 那么艺术就怎么样能够在这一块去提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体结构就非常重要 所以达芬奇意识到了这一点 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呢 大家不了解的是 他怎么样去研究 因为当时呢 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 不允许解剖人体 那么我从很多的资料上发现 达芬奇就买通了当时 监狱的看守 那么当时呢 会有隔不段一段时间 就会有死刑犯被执行了死刑 达芬奇就买通了监狱的看守以后呢 他就把死刑犯的 执行了死刑以后的尸体买下来 然后偷偷地运到他的家里 而且呢 是放在地下室 然后放在地下室以后呢 只能在晚上的时候 而且还没有灯 那个时候 没有电 他是点着蜡烛 点着蜡烛 然后在这样的黑暗的漆黑的夜晚 很暗的这种灯光之下 然后他来解剖尸体 然后在解剖的过程当中 他做了一系列的记录 人的皮肤下面的肌肉 然后骨骼 甚至在这个时候 他就顺便研究了人的血液循环 人的血管是怎么回事 那个走向是怎么回事 所以其实我在跟大家描述 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看上去是很平静的 可是大家去想象一下 这个画面感 是不是比恐怖片还要恐怖啊 所以说达芬奇 其实是一个胆识惊人的人 他为了在他的作品当中 能够更精准的 他其实是为了一个科学的表达 在我们看到的绘画 我们看到的是艺术 觉得是美术 它是艺术的表达 但其实对达芬奇来说 他就像做科学研究一样 去研究人 然后让他的艺术的表达 更进一步 所以这里面 其实背后是有很多 他的那种很科学严谨的追求 好 所以说他沿着解剖学 是为了让艺术造型更加准确 这样他就顺便发展成了 医学的解剖学 所以后来就被很多的医生 他的那个解剖图 就被很多的医生拿来用 好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后来发展成了一个 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 实际上就是医学的解剖学的领域 好 他在解剖学上最大的贡献 是创造了一套图解 这种样式 至今人被广泛应用 他最先采用蜡 来表现人老的内部结构 是设想采用玻璃和陶瓷 制作心脏和眼睛的第一人 他甚至绘制过 婴儿在母体中的发育过程 要知道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是因为达芬奇 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 婴儿在母体内的发展 发育是怎么样的 在这之前我们对此毫无了解 而达芬奇研究过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 他发现心脏有四个腔 并且画出了心脏绊膜 这是有史以来低附有关 动脉硬化的解剖图 所以在这一段画里面 大家已经发现 达芬奇真的就是一个天才里面的奇才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天才之上是通才 通才之上是达芬奇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2003年的报纸 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同学 就是在这个年份出生 在这个年份左右出生 所以说这一张报纸的 这个其实年代很久 但是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 报纸上的一个新闻 我当时看到 我很关注这条信息 他说达芬奇滑翔鸡终于上天 也就是达芬奇 刚才我们介绍到的 他所有的科学的研究的成果 其实在他当年 他都没有发表 其实我们要很庆幸他没有发表 因为没有发表 他至少还能够活到67岁 那么如果发表的话呢 他的很多的学说 其实当时是绝对反宗教的 反基督教的 所以说早就会被抓起来 猝死多少遍都不会过 在当时是 所以说他全部记录在手稿里面 他的手稿有几千页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达芬奇我们了解到的 他留下来的 因为我们了解到他是画家 那么他留下来的绘画作品 其实不多 大概十几二十几副 可是呢 他留下来的手稿 有六七千页之多 所以看一下 我们认为他是画家 以画家为职业 可是达芬奇自己的主业 到底是什么 好 然后这个滑翔机的设计呢 就是根据达芬奇的草图 根据他的这个草稿里面的设计 然后在英国的一个飞行运动工程公司 然后就根据他的这样一个草稿 然后甚至是利用了当时能够用到的一些材料 就是在达芬奇所生活的年代 然后这样呢 就把这个滑翔机真的制造出来了 并且呢 是非成功 可是这个是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 然后就发现啊 这个滑翔机呢 它可以很好的上下运动 但是左右运动却不行 左右运动却不行 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副标题 它说天才设下陷阱 难以控制方向 而且同一时候呢 由利物浦大学的航空工程系 他们也根据达芬奇的滑翔机草稿 也制造了一个滑翔机 也成功了 但是也面临着这个方向问题 所以人们就怀疑说 是因为达芬奇没有这个足够的智慧和聪明 去设计出完美的滑翔机吗 但是以达芬奇的智商我们觉得不会 所以后来有人说 是不是达芬奇暗藏了一个机关 在它的草图里 后来呢 人们就研究了更多关于达芬奇的手稿 结果发现它的很多设计里面 都会存在那么一点点小缺陷 而且呢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是呢 达芬奇的所有的手稿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 你到一些博物馆等等 你去看它的手稿 它的手稿如果你直接看的话 你实际是看不懂 它虽然写的是字母 写一大一语字母 可是你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拿一个镜子去反射它 你就可以看出它写的是什么 所以达芬奇它直接写出来的东西 就是反写的 它的左右手都可以写字 它直接写着反写 所以从现在我们来看呢 其实也很可以理解 它当初为什么要反写 是因为它实在 它的发明设计太超前了 它的思想太超前了 然后它的那些东西 全部是违背基督教的 违背当时的这样一个 政教的这样一个统一 所以说它害怕人们知道 它太多的思想 害怕人们知道 它太多的研究的东西 它是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这样呢 它就在它的草稿里面只有反写 所以是隐藏了它的秘密 所以也有可能呢 是也因为此呢 它就在它的每一个设计里面 都留了一个缺陷 以此呢 就不让人们对它的东西呢 有过多的了解 实际上也还是出于 对于这个安全感生存的 这样一个害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在这里呢 会有每一个设计作品里面 都会有一个缺陷 好 刚才以上呢 我们了解了这么多 史学家瓦萨里 瓦萨里呢 他曾经写过 关于达芬奇 以及米开朗基罗的自传 然后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有时候 上帝富人以最美妙的天资 而且是毫无限制的 极美丽 妩媚才能于一身 他说这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的行为总是值得 人家的赞赏 人家很觉得这是上帝 在他灵魂中活动 他的艺术 已不是人间的艺术了 莱奥拉多 正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从我们刚才对 对达芬奇的众多的科学研究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完全不是人间的这样的一个 甚至有人觉得达芬奇就是神 他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好 那么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以达芬奇的科学成就为主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以达芬奇的画家职业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了解一下达芬奇最有名的两幅油画作品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